下个月就要迎接孩子们最期待的儿童节 在万里区的市立万里幼儿园 有老师以咎有爱童玩 童爱市集作为主题 进行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学生们在五楼的运动教室游戏传观 度过愉快的一上午 而中午的儿童节大餐 还是孩子们自己票选决定 要让孩子们度过开心的儿童家节 我们儿童节的大餐 儿童节的大餐呢 那这个餐里面 我们今年有准备了三个餐 一个是意大利面 一个是孩子最爱的咖喱饭 那其实这两样都是孩子最爱的 那我们也放了一个就是鸡块跟薯条 那就放在桌上老师精心的设计的一个海报 让孩子呢自己去填他最想要 在儿童节里面吃到的东西 结果呢最后的票选呢是什么呢 就是孩子最爱的 就是薯条跟鸡块 今年特别让孩子们为自己的午餐做决定 最终票选出来的结果是孩子们不常吃 但是却最喜爱的炸鸡块与薯条 此外万里幼儿园还规划了传观的活动 有老师当关注 只要过关就发送礼物给学生 一个上午收获满满礼物大丰收 新北市政府他有准备小礼物 让我们发送给孩子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孩子 大班是一个自己动手做成的DIY的一个笔筒 那中小班呢就是小小的乐高 它可以组合他喜欢的玩具 然后配上一本故事书 其实这些东西呢 也都是赋予教育意义的 而今年万里幼儿园也用心的准备了 儿童籍的礼物要送给小朋友 是能够训练逻辑的绘本积木 还有准备了与课程相关的闯关游戏 就是希望让孩子们在过节欢乐游戏的同时 也能够有精进的学习 拥有更多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 记得好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